自从和王欧的夜光剧本事件后,刘凯薇几乎是全网黑粉, 加上离婚后事业发展的一塌糊涂,大众对她的评价都是不友好的。 前段时间,刘凯薇上节目引来不少嘲讽, 近日还被爆出和小20岁女演员的亲密合照,疑似有新的恋情。 那么,事情的真相又是怎样了呢? 这里是咸鱼记,本期视频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刘凯薇。 披荆斩棘的哥哥二不负众望开播,掀起了一波回忆沙。 不过相较于苏友鹏、杜德伟、张志玲、吴卓西一众老哥哥们, 离婚后首次公开参加节目的刘凯薇,似乎成了节目里唯一被全网巢的。 初舞台一首江爱,也被吐槽难听,无数网友喊话节目组什么时候淘汰。 节目中若干期之后,刘凯薇被认为一无出圈热梗, 二无爆笑瞬间,三无高光时刻, 显然一副平平无奇的姿态。 刘凯薇被淘汰后,网友们也迅速调侃, 称她的代表作是夜光剧本。 舞台之外的言论同样备受诟病。 乘车时,她坐在车上有些局促地说, 不知道面对镜头说些什么。 导演问,为什么感觉你很害怕镜头? 她回答说,害怕拍戏以外的镜头。 节目里的表现也证实了这一点, 和其他哥哥们的从容相比, 她甚至比一般素人还要对镜头感到不知所措, 经常紧张地叩手, 显得整个人畏畏缩缩。 节目一播出, 刘凯薇不敢看镜头这一话题就冲上了热搜, 引发了非常多讨论。 果然,话题一出, 网友们都在怀疑她卖惨博同情, 和小欧在一起就不害怕了, 怕被拍到夜光剧本2.0吧。 大家这种态度是有原因的, 这些年杨幂一直将女儿保护得严严实实, 很少出现在公众视野, 而刘凯薇呢, 对外界塑造好爸爸的形象, 作为公众人物却从不懂保护女儿的隐私, 面对狗仔偷拍还大方打招呼, 让女儿完全暴露在镜头里, 对照节目里害怕镜头的言论, 这不妥妥扇自己巴掌吗? 事实上, 刘凯薇也曾参演过几部有过水花的偶像剧, 但后续乏力, 在新人层出不穷, 画风不断迭代的偶像剧领域, 她明显无法同强悍的八五花门那般, 始终屹立朝头。 另一方面, 热门正剧和电影中也不见刘凯薇的身影, 事关刘凯薇, 早期比较有名的标签或许是她的演员父亲, 后期则是前妻杨幂, 孩子小糯米。 至于她本人真正的演员代表作, 似乎已经越来越没存在感了。 或许刘凯薇想通过披荆斩棘的哥哥来扭转公众臆想, 让事业好转起来, 但如今看来显然有些事与愿违, 毕竟她一出现, 关于出轨、夜光剧本以及前妻之间的事情就会被反复提及。 和杨幂离婚后, 刘凯薇一直没有新的恋情出现, 但就在前不久, 有网友在网上曝光了一张照片, 照片中呢一男一女在牵手散步, 没想到的是这两个人一个是刘凯薇, 还有一个网友指出是女演员尤靖茹, 两人均没有戴口罩, 看上去一点也不怕被拍到, 这两个人手牵手, 动作看上去十分亲密, 而且这并不是拍戏的画面。 虽然两人恋情是第一次被曝光, 但从他们相处的状态来看还是很甜蜜的, 刘凯薇与尤靖茹如实质紧扣, 一边悠闲散步一边说笑聊天, 举止就像男女朋友一样。 看到这张照片后, 网友们都炸开了锅, 大家都在讨论刘凯薇的新恋情。 虽说刘凯薇与杨幂离婚已经差不多四年了, 但听到刘凯薇疑似恋爱的消息后, 网友们还是不看好她, 评论区里几乎没有祝福声。 值得一提的是, 尤靖茹出演过《秦时明月》, 《春风十里不如你》等剧, 是个颜值很高的女星, 而就在去年年底尤靖茹官宣结婚, 丈夫是一名素人, 正面照并未曝光过。 如果网友偶遇的确实是尤靖茹, 那她很有可能结婚不到一年就离婚了, 然后和刘凯薇在交往中。 从恋爱到结婚, 尤靖茹在私生活方面还是蛮低调的, 如今官宣结婚还不到一年, 没想到又被网友偶遇到街头与刘凯薇牵手的画面, 不知道她和刘凯薇一样是离婚了, 还是其他情况呢? 自从与杨幂离婚后, 刘凯薇就很少出现在大众面前, 不仅作品数量锐减, 在综艺上也很少露面, 偶尔出现一次也是因为大孩子。 或许是由于夜光剧本事件, 刘凯薇在感情方面很少传出绯闻, 而这次却大大方方地和女生牵手散步, 看来也是从之前的事情中走出来了。 事情发展到这时候, 很多吃瓜群众还是一头雾水, 不知道该爆料的网友会不会放出两人的谈话视频, 还是等一个后续吧。 最后来聊聊刘凯薇和杨幂, 最近有人爆出二人在争夺孩子小糯米的抚养权, 那我们就一起回顾一下二人的感情历史。 刘凯薇和杨幂感情的开始, 始于刘凯薇的一见钟情, 那时候杨幂已经因为公成了家喻户晓的一线女明星, 刘凯薇还是个刚有些名气的小演员, 除在事业上生气的杨幂却愿意为了男友, 在被拍之后义无反顾公开恋情, 方文称, 是的, 我恋爱了。 刘凯薇则把两人的爱情比作刚萌芽的小树苗, 说会好好呵护她, 把杨幂感动到害羞, 公开以后就是肆无忌惮的花式秀恩爱。 杨幂在刘凯薇的事业上助力不小, 甚至为了她自降身架出演《圣夏晚晴天》。 2014年, 两人官宣领政, 婚礼远不如其他八五花的高调, 礼服不合身, 发型潦草被诟病, 甚至于连戒指都不合尺寸, 杨幂也还是义无反顾下了。 一场婚礼还留下个喜唐分369等的黑历史, 哪怕喜唐实际上是前夫工作室分发的, 但这些都没有影响夫妻俩的恩爱, 结婚一周年时都还在许愿能白头到老。 结果呢, 婚后不过两年, 刘凯薇就和王欧闹出了夜光剧本的出轨瓜。 在绯闻出来的第一时间, 杨幂在机场被围堵三个多小时, 她面对镜头说我相信她, 而刘凯薇则只回应称长了个惊艳, 以后碰剧本再重要的事情也不能在晚上聊, 不能在房间聊。 夜光剧本事件才有了这个正式的名字。 刘凯薇到底有没有越过红线暂且不论, 事实就是两人没多久就官宣了离婚。 关于离婚的传言, 网上就有多个版本, 回顾两人的感情史, 其实婚姻问题早就有所暴露, 或许哪怕没有网欧的这一趴, 恐怕也很难尝久。 因为生完小糯米没多久, 杨幂就复工拍戏, 家庭自然兼顾不到那么多, 但一个家庭总要有一个人主内, 一个人主外, 两个人都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事业, 感情也自然会在忙碌中慢慢消失殆尽。 而且刘凯薇似乎从来不在意杨幂的付出, 甚至还有些许抱怨。 结婚后, 生完宝宝的杨幂肉眼可见的变得温柔, 但在刘凯薇眼里却成了她就像个保姆。 节目上要求给老婆大分, 刘凯薇只给了85分, 理由是她太忙了。 杨幂和刘凯薇离婚后, 好像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影响, 两人还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 离婚后的杨幂活成了大家眼里的大女主, 不被感情束缚的她变得锋芒毕露。 还是那个喜欢拼命工作的女生, 拍戏商演都能接受。 在看刘凯薇呢, 过着自己舒适般的生活, 更是甜蜜和新女友散步。 不过港媒在近日爆料杨幂和刘凯薇 要开始争取小糯米的抚养权。 这样的新闻一出, 很多吃瓜群众都觉得杨幂醒悟得太晚了, 在孩子小的时候不争取, 现在孩子已经习惯了和爸爸在一起生活。 小糯米, 一个在全网注视下长大的小女孩, 如今也六岁了, 可以上小学了, 到底是在北京还是在香港, 也让众多网友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的分成了两个阵营。 北京是中国的行政中心, 教育资源自然不用说, 甚至在普通人眼里, 如果能在北京上学, 就相当于一只脚踩进了一流大学的门。 香港的教育资源也不错, 不过还是比北京差点, 但是考虑到小糯米一个在香港长大的孩子突然来到北京, 虽说有妈妈照看, 但要离开一直陪伴的爸爸, 估计也需要时间适应。 二人目前在孩子的问题上摩拳擦掌, 而且不是简单的抚养权问题, 还有关于孩子以后的所有安排, 比如关于陪伴孩子的问题, 因为孩子慢慢长大, 已经不仅是简单的需要吃饱穿暖, 更需要家长多方面的陪伴, 杨幂肯定不会去香港发展, 而刘凯薇之后也要把主要心思放在内地, 所以结合现实情况来说, 小糯米的成长环境是需要更换的。 另外,他们离婚时协议上写着, 夫妻共同财产50亿, 杨幂得45亿, 刘凯薇只拿到5亿再加孩子的抚养权。 嫌疑还有一个特殊条件, 如果刘凯薇再婚, 孩子的抚养权就给回杨幂。 现在杨幂可能没有什么再婚的可能, 但刘凯薇却有了新恋情, 所以结果如何还真不好说。 这里是闲鱼记, 喜欢视频内容别忘记点赞关注, 也期待你在评论区留言, 说出自己的看法。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